Hello 大家好 看到我和Carven很明显 就是新地球能量健康会客室 继续SOS Science of Sleep 说明今集是reboot之后 虽然是讲睡觉 但是是最销路的一集 所以有心理准备听这一集 当然我和Carven尽量有个timers 其实是没有的 希望这一集可以25分钟完成 而不像睡觉聊聊聊聊 聊到50分钟加长版 这一集当然是围绕睡觉 因为之前也说了 睡觉是否重要 人都知道睡觉是重要的 反而我和Carven想探讨睡觉 之前上集也说了 会和高血压的关系 短期长期的一些影响 我们都会碰过 今天我就想 待会有一个哈佛的 我又不叫做 也算是研究 是否算研究 但稍后拔出来才说 是的 竟然他会说 跟死亡 或提早死亡有关 我就觉得这些字比较可怕 所以我稍后就会展示出来 然后就访问你 问一下这些可怕的事情 是不是很可怕呢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是的 今集我们也会说一些 深一点的一些 名词 大家可能没什么可能听过 但是又和我们 或者大家可能面对着日常 无论是日后上班 各方面 又的确是相关的 那张图是好像很 又不叫恐怖 又很复杂 那样的 都是烧老爷 那不如我就 走啊 然后就和Carvin 慢慢和大家谈 是的 好 来了 不好意思 这张东西都真的 我觉得有些 吓人的 因为他的样子很复杂 好 没错了 大家未必有兴趣 知道那些什么绿色 就是黄色和黑色的了 Cover我只是想问一下 几样东西 Cover就过了 虽然我近期也有听到 有人中了 或者有客人再中了 那些都不知道是怎么说的 已经有多少次了 是的 已经复杂了很多次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图表里面 Cover-19是其中一个因素 中间这些不说 那些是否脑部有什么创伤 但是这种字 都是我们今天想碰到的一个项目 来的 养化压力 之前都说过 但是我们今天想把养化压力和睡觉 摆在一起来说 先听了 但是Carvin 我看到 如果这幅图我这么说 养化压力 其实再进来的时候 又会影响 比如BTA会看到 那些线粒体 没有效果 有问题 是的 然后你是运动建议 以前你说的 三个学生 你一定会知道 ATP就是线粒体 产生的能力 那我们经常说 很困难 困难就是 你的线粒体做不到ATP 是的 其实也是BTA的东西 Nuno经常说的 你的细胞膜 不够电 那就是 避养的脂肪 然后又说 也是说线粒体 接着又会影响 面的反应 这些其实大家未必有兴趣知道 好了 这边 关大家的事 来了 逐个数 卡佛 其实没有了 谁在香港 是的 没有了 谁在香港 说真的 没关系 照算一下 好像要塗牛 剔点心事 OK 拔铁就去了 brain fog 上一集我都说 我前段见过 client 他都说 搞不定 做老板 做行政人员 老板整天都有一股毛 OK 然后有一些朋友 就说 记性差了 然后再下去 困难 已经不是记性差了 是认知 困难 开始 这个就是你专场 或者我们继续说 SOS 就是想协助大家睡觉 睡眠困难 当然是头痛 偏头痛 这个我不懂 老实说 什么叫做 cohang pain 不懂 这个位置 哦 OK 原来是关系的 好了 看镜头看得多 头身出来 什么样 就经常令到这些位置 全部都很紧 很紧 你的肌肉 肌肉 越紧 的话 其实你是很难放松 在一个难放松的情况下 你是睡不到 正常 咦 又是 啊 怪不得前朋友也有 那一套 我说他睡不到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整身的肌肉和挂肌 都很紧 都很紧 亦是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都会和大家说 去用多些magneseum 因为 你当然可以每一晚都出去做一个massage 是可以的 不过都要recover 那你自己又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自己就可以做一些 令到你自己 muscle relax的一些东西 magneseum 其中之一样东西 其中之一样 那就是 如果听你说 最简单的就是 譬如我晚上浪梵前 我塗少少少magneseum cream 或者magneseum oil 在这些位置 自己 帮自己做两东西 四东西 或者八东西 或者按摩 这些大椎穴的位置 不多不少都会有些帮助 是的 或者是stretch一下 其实你也可能听过 因为如果你用比较上中医那边 做massage 穴位按摩 因为你那些 muscle 如果你不按摩 某些位置的话 按摩的定義是按得久 不是真的像越位 就是准备的 准备程度 不过你按得久 你要用一个压力 大约30秒左右 那你的 muscle 才会慢慢放松 如果你的 muscle 不放松 或者你不压力 足够的话 那些 muscle 是不会懂得自己分开 或者是放松 所以 刚刚那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可以做自己做massage 或者叫你的 partner 帮你做massage 这个也是可以的 提外话 上一次我去沖繩的时候 入屋做massage 因为我也是一些 朋友说他的字叫骨精 但我经常想到骨精和按摩有什么关系 对吧 他们用了一种香草做的那些 抑郁的那些 泰国的风格 类似 是的 那里面有些药物 就是香草 但是它代表整热它 按下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一点热敷的作用 那就是把那些肌肉 可以因为温度而鬆开它 我想是二谷同工资料 你那里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你热 第二个东西 你有草盆 第三个东西 你有压力 你用三个层面 放进去 其实是你放进去其他不同的形式 可以这么说 其实目标也是放松了 你的人便容易睡得好一点 对 对 对 我也说回你刚刚那张照片 我看完之后 其实九成香港的人都有 因为其实有研究 真的在外面 由2022年一直到现在 2022年他们做了研究 十个员工里面有九个都有症患的症患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有症患 就是将图里面最低的症患 可以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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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症患 不只是身体的症患 不只是情感的症患 好的 那我继续开开 这张照片 它不只是左边 右边也是 我们慢慢移动 那些胸口捏住捏住 这些也是朋友 原来 呼吸紧展也是 那些手脚冰冷 或者手脚有少少 困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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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关节痛、口干、温度很敏感 这些全部原来都跟养反压力 对 其实我想那个字 中间的黑色字 我也不太记得如何读 不过那个字 其实是说给你听 是离开了你的脾气系统 当你影响了你的自主神经线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尤其是你的压力 肌脂肪 肌脂肪 可以是不平衡 那些是一个荷尔蒙 其他身体都可以出现问题 因为那些是比较大的一个荷尔蒙 如果它出现了问题 它会扯了很多资源 很多资源 就是说它产生很多其他的问题出现了 你刚刚提出的那些手动 呼吸快 那些全部都是因为它的肌脂肪太高 肌脂肪 啊 OK 在能量和麦伦里面 都给大家知道 因为收看了这个群组的频道 大家都总会听到麦伦的了 但未必每个人都会知道 原来麦伦 其实跟刚才卡芬你所说 就是比较 我又不算是医学上的 就是身体的构造里面 脾肪的线体 其实就是海底鱗 就是红色的麦伦 俗称叫底鱗 底鱗是挂勾着身上线素的 亦对应着脾肪的 所以长期有压力的人 无论是一个经济压力 各方面之类之类 如果你很努力的话 那就自然难睡得好 对 对 对 骨牌效应应该是这样的 你刚刚的图 其实是左右 你会看到左边 比较多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而右边的就真的好像 是身体或是身体内的东西 神经系统 或者是你见得到的一些 或者是肉眼看得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已经是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刚刚说了让发压力 让发压力 为何关于睡觉时呢 我们又要拔另一样东西 你有一图出来 一个图出来 一个研究 我叫做 我叫做 好 再来说今集是销路的了 哈佛大学 是研究来的 2020年 是的 又是 基本 Google Translate 就可以变成中文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 这个研究 我觉得挺有趣的 卡佛 是的 嗯 嗯 我觉得一个题目就是 刚才我说 为何这个题目这么客气 睡眠 死亡 和腸道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一般人 未必会把睡眠 和死亡 睡眠 死亡 我第一次看 那里抢什么事 大家可能会觉得 好了 首先我们说 就是 我们不要说香港人 我们不要说 用了日本人做一个 参照 今天我们不说人 我们说 呼应 呼应 我觉得很棒 大家看到那个副题 不是 拉大它 我 是的 果形研究 结是长度 在睡眠不足 导致死亡 的那个 作用 英文就是 就是 就是 为什么会 不够 令到死 但是不够 死 但是中间原来 还有一个 ABC 中间有个 腸 这件事 挺有趣 因为之后我们会说回一本雜誌 因为这几集都是说雜誌 其中一个也有说到 其中一个医生也说 为什么 长度健康会和睡觉有关 我知道这两份都是你最专业的东西 不如我们先看这篇东西 然后 其中一个今集 消露的字眼 就是这个 叫做ROS 因为大家看回这幅图 它里面就是说 活性仰 ROS 就是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 会累积的 这个就是 一日 就是左边一幅图 中间这个 开始变色 就是七日 你以为黄金色 其实就是十天 不睡觉 上一集也有说过 你追不到小时 你怎么办 六天多睡两个小时 你只是搞面图 搞不定那件事 我记得 我们上集已经说 是还不到那条数 这些上集也有说过 这些我觉得是人都知道 就是妈妈是女人的故事 不是 说明不足最初的症状 就是众所周知 他都这样写的 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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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不到精神等等 但我不知道 就连偏执和幻觉都关事 这个真心说 我不知道 其实这个 他们初头 有很多跑步 喜欢长跑的人 很快会感觉到 尤其是那些 是ultra marathon 他们可能是 跑几个马拉松 不是一个马拉松 可能是100公里 他通常不是跑一天 那么简单 他可以跑几天 那些马拉松 其实他跑到差不多 他们是会看到东西的 不是他眼见鬼 純粹是开始有幻觉的出现 因为他人太累了 累到去到一个地方 其实他跑到那里 他的脑是睡觉 开始看到其他东西 他可能是半个脑睡觉 其实是 想象到 OK 因为他说他在跑三天 连续跑 所以他们是 这个当然是另一个 另一个主题 不过刚刚说到的东西 其实他们在那些地方 会看到 还有你也可能听过 不让人睡觉 其实是一种困难 这层面 其实是不让人睡觉 令到他们看到幻觉 亦是一个困难的方式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 其实是挺明显的 一层面 通常我们都不会遇见到 不过很容易就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小小幻觉 或者你的脑是老母 那些就很容易看到 OK 我们再拿一些 键点 整个东西就看不完 有兴趣自己上网找 这些什么长期睡眠 可能会致命这些不说 因为这个有另一个 1989年对老鼠的一个研究 反而我觉得 我看这份东西的时候 有点有趣的地方 很有趣 就是说 他说睡眠不足与过早死亡之间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因果关系 我看这份东西 我真心觉得是意想不到的 因为正常不会这样想 他说原来 他们发现了在这些死亡之前 出现了一件事 就是在腸里面有很多的ROS分子累积 好了 正常就是说 我们晚上睡觉 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这个我要再问你了 我们睡觉或者睡得好 就是质素 我们不是只说量 其实身体会做一些我们要抗氧化的东西 去协助我们做回这个平衡 但是他似乎这个研究 就是在乌鹰里面 就是在果仁里面发生 不是啊 你不睡了 你不睡了 你就会在腸里累积很多的ROS 好 那还没完 这个故事 我再拔多一篇东西 再跟你聊天 好的 因为上集我们有说过 REM睡眠 OK 另一篇就是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中文我不知道 总之是NiH 不知道是美国 不知道是卫生 我真的不记得 他这个又说 OK 不够快速度眼随眠 不够RAM 不够REM 对于今次不是说那样 今次说老鼠 大脑的抗氧化状态影响 那今次他们又怎么玩呢 今次的研究就是96个小时 拔走了96个小时的REM 我都不懂得计算 那条数据你上次说过 不懂 追20才能够搞定 他不让他拔走 基本上是96个小时的 就是96个小时的 其实是 为什么做人做研究做得这么残忍 Anyway 96个小时 对了 可能把他的眼睛 发觉有两样东西 第一 就是你的氧化压力会提升 第二就是影响Guru Farm 我待会再问你 好了 似乎两个研究 都在告诉我 就是如果睡得不够 或者睡得不好 就是回到刚才这图里面 就会令到我们身体整个氧化压力 蹦蹦蹦蹦蹦蹦蹦 蹦到很高 然后就出现了左右两边门神的情况 其实我想我可以 简单地说第一件事 你的身体 就算你睡不睡也好 你的氧化压力也会在 我可以跟你说 是的 你的氧化压力 你当是像生瘦那样 你的机器 你哪一道都好 你都会有生瘦的迹象 其实氧化压力就是生瘦的原因 你继续说我的氧化 对 夜晚 你这个人 应该要修补 应该要修补 你的抗氧化就会出来 抗氧化就会出来修补 抗氧化 其中一个Glutathione 骨抗氧化也是我们的 master anti-oxidant 所以他们夜晚就 是master anti-oxidant 是master anti-oxidant 如果他一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修补的动作 当然如果你说睡得不太够 或者睡得比较少 经常都睡不到 那你就修补的时间不够 你累积了的受积 你又没有时间给他清洁 你晚上本来就有一些 谷光钦态 一些RUS的cleaner 散干净 你又不让他出来 那就越积越多 你要记得你的脑越积越多 脑和肚子是有直接的一个通道 那叫做迷走神经 那你就开始会明白 为什么睡得不够 是对你的脑好像有些问题 但是你对你的肚子也有些问题 因为那个睡得不够 变成了一种压力 互动进去肚子里面 肚子说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压力 接着就会影响了肚子的结构 因为你要知道肚子一感觉到 你这么大压力 那就是我们不需要做很多食物分解 也不需要做RUS 那就是对他们来说 你会知道他们这个是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一变成了 因为你没有了酸性 或者不需要做那么多HCL 遗酸出来 就变成了 你变成了一个地域的环境 那就是说突然间你的菌种 本来是由夏威夷生活的 是 咦?冻了怎么办 那些肚子就死了 另外一种菌就多了 那些坏的菌突然间多了 那你的腸道就不健康了 你的腸道一不健康 那些细胞和细胞之间 在肚子的肚子的肚子 应该是里面这条肚子 中间就是食物 但是你外面那些 就不应该有食物在外面 食物应该在肚子里面出现 当它所谓的肚子变成了 那就是说那些细胞和细胞中间 製造的墙壁的位置 没有那么紧 鬆开了 它鬆开了一些脏 不是脏的食物 总之不应该在身体里面有的东西 就捐出来了 那就是你会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开始 为什么你有很多一些 所谓的炎症的出现 interlun6 LI6 刚刚的图片有的 那些东西就开始发现了 那你就开始发现了 然后你的肚子也发现 你的头部也发现 里面也发现了 嗯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 你睡觉睡不到 其实是如何影响你的脑 但是你的脑也会影响你刚刚说的 adrenal gland 其实是一个 海尔蒙的系统 所以说 睡觉 海尔蒙 和肚子 这三个 这三组的健康 其实是息息相关 你其中一个 掉了的话 其实你都会知道一定有问题 不过你可以继续多久 你可以继续多久 或者出现了什么问题 简单一点 他说长度健康出现了问题 我就肥肤病了 或者个人是很肿胀 或者是很多时候去宿便 或者是去太多 这些情况就开始出来了 但是个个都不会觉得 这件事其实和他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 也不会想到他和睡觉有直接的关系 是的 我想个键是未必想到和压力有关系 有些人会想到的 但是我想更多的就是不知道和睡觉有关系 因为刚才你说的 腸的结构又改变 它开始流了 这些食物走出去的时候 我想问一件事 那是不是就是 我听过有个Terms 有时候在Terms也会显示到 就是那个叫Liquid Gut 就是腸瘤症 就是腸瘤症 那腸瘤症呢 不是全部的 但是腸瘤症以我所知 其实和湿症也相关 是的 是的 因为腸瘤症会制造一个 叫做Auto Immune System 问题的问题出来 就是你身体打自己 身体是用自己打架 是的 你的histamine太高 即你的敏感 你的身体对抗敏感 那么这个系统突然间是超过敏感 自己什么都打 那你自己什么都打的时候 就打了自己身体 打了自己身体的时候 就脏了一打出来 但是系统自己本身是 没有问题的 它有问题的地方 因为它超过敏感 那为什么它这么超过敏感 因为身体是太高 属于一个 它的抗露素太高 或者是它的Sympathetic System 是太过 Sympathetic System 中文是什么 Sympathetic System 是胶感神经 胶感神经 胶感神经突然间太厉害 胶感神经就是你的 你的紧张神经 太厉害了 所以其实整个系统是这样 很简单地说这件事 很好 因为你已经将哈佛那个研究 另外老鼠的研究 然后将它贯通完之后 看起来第一幅很深恶的图 然后解回画 整件事就通过了 那你这样说完 这几集大家有看的朋友们都知道 都是这本 《最强之面》 我当然继续这几星期 都在播放这本 我觉得很棒的雜誌 因为它其中一个医生 今集不会说到的了 因为它说到 我们下集说 它里面有说到 特别是素食者和睡觉 其中一个五大点 其中一个点 都是讲长度健康 你已经解释了 我知道长度健康很重要 因为肝脏的接触 第二大佬 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抢和睡觉 或者睡觉和我抢 就是那个骨拍效应 是这样联系着 你今天已经把这个砌图砌了 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 又对睡眠 我觉得是一个专业 有更多的形式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